来 我们看一下小七的杰克 打的是脸红猫子 前锋机械拥兵祭司 这套阵容可能要点一些抗性 脆火他有可能是不带那个底牌的 因为带的是传送嘛 就是封窗挽留然后点抗性 或者说那个有可能还点拘禁狂 因为他点了脆火不知道会往拘禁狂那边点还是点抗性 我觉得点抗性会多一点 来 这个位置 傭兵骗 对吧 骗你护臂 交不交护臂 误人捏在手 等脆火开 脆火开了以后传机械 板子能破一破破一破 机械这边在跑 这个机械很聪明啊 不要离地电机很近 好 吹火马上开 诶 找一下 看 那这边只能传在祭司了 机械旁边没有电机 传祭司来找机械 还是要追这个机械 这些时候我都已经拉得这么开了 你要找我 我就这么好抓吗 杰克说对啊 这把只有你好抓 没有人可以抓了 祭司在医院抓不了 这里操作一下娃娃 好 看一下前方这边能不能帮忙顶一手 这刀污刃 nice 这刀污刃有点极限 绕过去 这边板子 一刀戳刀击倒 帅 前方满球 我觉得这里要干扰 干扰把他前方赶走 直接牵吗 直接牵 直接牵 有一点点 没必要啊 好了 污刃好了 这我相信他不会直接牵了 这肯定不能 你刀无刃 对吧 打佣兵 我觉得佣就打前锋会好一点 打前锋会好一点 这里隐身开了 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 一刀无刃 哦 好帅啊 这前方还要来抓 还要来抓 加速球 nice 漂亮 这个就是 前锋碰到杰克了 真的 你只要没有污刃 没有隐身 你就是个白板 我半血我也能欺负你 现在污刃好了 好 这边 拖的时间已经很久了 这个时间其实已经很久了 你别看 好像这个杰克 污刃都打得很准 但是节奏其实很差的 这个局的话 从现在来看 是比较偏向于屠夫只能保平 而穷人者能保平真剩的一个局 这里没办法了 这个窗跟不上 还是感觉稍微的 打前锋的时候急了一点 前锋真的不能急 再追 好 好 佣兵倒 前锋再来 这里能不能找到这个机械很关键了 找不到机械追前锋的话 这把还是一个很烈的局 如果能找到机械呢 把机械秒的挂上 那边还有个娃娃 说不定这把能翻 现在的话不太好说 有污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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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污刃过板 好 NICE 再踩 下去以后应该是可以有雾气静隐身的 追 要等下一个污刃 这块板子应该会下 然后等下一个污刃 这个污刃不足以支撑 它这里拉到一个交互点 3 2 1 污刃 不够 用笔笔摸起来 一刀污刃 没打中 难了 过来处理娃娃 这娃娃没什么电的 打掉以后 看机械师在不在电机旁边 再直接传送 秒机械 呦 这块板子难受 污刃好了 污刃好了 这里劲势有加速啊 往前冲 但是走不了 这刀污刃 怎么说 骨牌 遗产机 外加一个机械 没有娃娃 还有机会 还能打 还能打 这一轮交换 求生者是没有 因为虽然说拖了很久啊 但是呢 没有更多的去把这个拖延的时间转换为电机的进度 因为都在跑机嘛 佣兵也在跑 前锋也在跑 全在跑 现在佣兵现在是个满血来救人 看能不能打过双岛 能打过双岛呢 后面有传送还能打 而且这里是没有护臂的 一个护臂 交掉了 最后一个护臂交掉了 那这里很有可能能打一波双岛 一刀污刃 nice 一波预判污刃 再追一刀 打双岛 没有过半 再追 这里双岛的话 佣兵补不了 一场机要帮忙扛刀 再追一刀 电机我们看一下 祭司这台差不多了 前锋这里是要来救人 这前锋没有球 牵起来二挂 还能够挂回刚才的遗产机的位置 这台电机依然开不了 那需要等到祭司把他的机开完以后 前锋压机 祭司来救人 16秒有传送 这里前锋 贴着边 贴着边 一刀污刃 打中 帅 这刀污刃很帅 祭司过来 准备来救人 电机的话 这里听进度也差了没多少了 再追过来 那只能是来管这个前锋了 不能管这戒司 这戒司你们去摸吧 应该是要把这戒司摸满 然后把佣兵再摸起来 换挂 换挂节奏还能够接受 这个节奏还能接受 就是开门战的时候 只要有一个上挂飞的人 然后秒了以后 再来找节奏 是有机会能保平 真是吗 看 不好说 佣兵交掉自摸机 这边被摸满 得有一个人压机 一个人救人 理论上面是成立的 但是 因为不是一个四黑 所以说配合的要求度有点高 这边佣兵看见了 看见佣兵了 佣兵 一刀无刃打 没有插刀 想强点电机 不行了 这边佣兵交掉自摸 祭司来干救 这前锋已经过半 机械师这里又修不动 这把可能要翻 有耳鸣 有耳鸣 祭司能不能找得到 还在找 还在找 机械师电机 没修了 救下来 看一下足迹 目前不清楚前锋的位置 看 看见了 两个人穿动 一刀误刃甩 哇 他的误刃倒是真的 每一刀基本上都很精准 都是不用插刀的那种 隔墙 一刀 好 击倒 再倒一个 上挂飞的机械师 上挂飞的半血 前锋 前锋拉的距离有点远 想把自己扎满 五秒钟有传送 那这前锋没了呀 机械师过来修 有点难 这台电机 要翻 而且要翻一个多杀 一刀击倒 nice 电机但凡 挂飞以后 但凡看到电机洞 传送过去 把这个 人给秒了 这把就三杀了 然后再修 机械师拉走 留传送 留传送 打开门战 也可以 电机直接点亮 祭司和 佣兵都在这里 佣兵是交掉自摸的 佣兵是交掉自摸的 一刀雾刃先甩 洞打掉 还不好说 还不好说 机械师已经开门了 在 这个位置 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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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击倒了 nice 传哪里 怎么传 不传 去找祭司 那两边都有机会 哎 机械师这边刚才不敢开门 怕直接传送 一个洞的祭司 再加上外面 有一个大洞 可以穿 这还不好说 机械师 应该是已经把门开了 但是这佣兵 是起不来的 祭司 这里走大洞 那一刀乌刃先甩吧 还是留着 大洞打掉 哎 哎 看见机械师了 完了 这把三杀了 三杀有了 这机械师 过去就没了 还翻车 要摸 这佣兵 一时半会儿的 不一定摸得起来 好 看一下 叶刀 先把吉尔师处理掉 这佣兵 也走不了 挂 挂出去 跟着 有传送 不过这佣兵 这个血线 他得拖 他得上二楼 祭司要帮忙开洞 有传送 哎 怎么说 这边门没开 再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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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会不会直接追这个佣兵会更好一点呢 因为这机械师一时半会起不来 好 骗出来 两个洞的祭司 两个洞的祭司 一刀斩要结束了 一刀斩要结束了 这局不好说 这佣兵那边的门开的是能走的 看一下佣兵 走了 祭司跑地窖 接了个大洞 接了个大洞 哇 全惹这波开门战也是非常不错 这个大洞 走了 可以 双方 只能说最后那个机会没抓住 就是把机械师击倒了以后 不要管机械师去追佣兵 然后追一波追不到了 再回来把机械师挂飞以后传送 可能会更加的有机会一点 但是整体上来话 讲这把杰克已经打得很好了